接下来我们再介绍一个另外一款 也是面线在做面部抗衰蜜里的 最新的一款产品叫维达冰雕 首先的话我们接通电源线 按下这个电源开关 进入一个操作页面 那么在操作页面上不显示两个头 那么这个头叫雷达声波头 那么这个头也就是我们说的阿福射频头 那么先点一下这个雷达声波头 你会进到一个雷达声波头的操作页面 那么这个一圈代表着能量 也就是说我们操作过程中的时候 根据客人的皮肤的接受能力 来进行一个能量的一个调节 这个是向下键 那么这里的话呢代表的是发速 就像我们做舱招一样的代表的是发速 那么这个地方呢代表的是打点的一个间距 固定模式在这里就可以了 你不用去调节它 那么这个是一个停止间 这是一个开始间 那么这是一个停止间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给它进行操作 那么在操作的视频中是需要用凝胶的 首先我们在它的密度皮肤上呢 先均匀的把凝胶涂均匀 同时的话呢这个操作头的话呢 要用生鱼片 来进行一个效果 在操作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头先稍微摇一摇 我们操作这个之前呢 也可以问客人 对操作过操作 做过操作或者是体验过操作 如果他说他做过操作 体验过操作的话 那我们可以问一下 当时的话做操作 能量是多少 如果他不记得的话呢 我帮你们做操作也是一件事的 我先试一下 感受一下 那我们先做 不管是男女 我们都是要先做这个下可线 也就我们所说的美容线 那美容线在做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这个雷达丁胶的话呢 它是起移动打点 它跟仓刀不一样 仓刀是固定打点 它是固定打点 那固定好的位置之后呢 然后按下这个 按钮指定的 幻按钮的一份 可以接受吗 有能量吗 有 那么如果他能接受这个能量的话 我们就按这个能量 那么在操作过程中 这个头也是一种拼的 它要紧贴在我们的皮肤上面 那么这个头的土掉的功能呢 就是提到一个紧质提升 那么它也类似于我们超生刀的一个头 但它们超刀的原理不一样 超刀我们都知道它是聚焦原理 那么这个原理的话 是机械雷达波 那么机械雷达波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精准的一个探测功能 也就是说 当我的发速下去的时候 它可以精准地探测到皮下4.5毫米左右的这个 真体层里的一个筋膜层 那么它探测到这个浅筋膜层的时候呢 它可以激活我们的这个浅筋膜层 里面的浆磷蛋白 跟千蚓蛋白 就是一个重组和新增 也就我们说的千蚓母细胞 可以得到一个激活 那么同时的时候呢 它还可以探测到我们的脂肪的 也就是比如说 对于咬鸡偏大的人 或者是我们说它是婴儿腿 或者是嘟嘟脸的人 那么它也有一个很好的允脂的效果 那么我们先来看 你会发现它的脸这个区域 已经提上来的 是吧 嗯 看到效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做这个提 苹果鸡 收咬鸡 往上提的时候是做苹果鸡 跟收咬鸡 好 那么这一步操作完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做它的这个 就是苹果鸡这个部位 一般苹果鸡的话呢 我们都是从 嗯 而且这个地方向 向这里推 推到这个 呃 这个营箱这个位置上 也很合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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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的苹果鸡跟这一点对比的话 你就发现这个地方 拿你一切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 你自己拋下去了 好 那么这个是做苹果鸡 那么做法令纹的话呢 需要把它的这个底头啊 轻轻的往旁边 给它掰一下 但是在掰的过程中 不要压你的鼻子 要保证它们的弧性 好 那在这里操作的过程呢 那我先跟大家说 也就是我们在走的时候呢 是均匀的走 同时的话呢 间隙不能太宽 我们走第一遍 走到第二遍的时候呢 是盖住它 它是一个圆形的嘛 它的能量是从这个 黑色的这个皮圈里面出来的 那么在走第二条线的时候 是要盖住你第一条的 二分之一处进行走 比如说我第一条线 就走到这里 那么第二条线的话 你就要盖住它 盖住前面一条线的二分之一处 这样的话呢 才能保证它的皮肤 身体里面的话呢 是所有的前微母细胞都被刺激到 也就是它的真皮层里的筋膜 都被刺激到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是饼夹操作完毕了 操作完毕了 我们来做额头 额头的能量 可以让它调低一点 一般额头的话呢 基本上我习惯你调到死 调到死也就是最低 因为本来额头的话呢 严格来说的话 是可以不用做的 但是有些人的话呢 他可能会有一些纹 比如说抬头纹啊 穿着纹啊等等 这些纹 可以适当地做一下 那么额头这个地方的话 是需要避开这个中处去 也就是中间部位的能力 也主要就是做这两侧 太阳系统是我们来做的啊 也是一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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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好 那你好 走完额头之后 这半边脸再去走这半边脸 好 我接下来做一下另外一个头 我们先左边脸跟右边脸做完之后 再来做一个领评 那这个时候可以按掉拍关键 然后回到一个数字页面 那么按下这个ARF头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摄影头 按下之后的话 它的页面也是一样 这个是代表的时间 然后这个是代表的能量 那么这个是开始键 也就是关机键 好 那我们可以把能量调到 120 120 那么这个摄影头的话 它就是可以全脸做 365度角可以全脸做的 刚才我们做的那个 这个胸口头的雷达头的话 一般我们都是做面部的 这个颜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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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圈是不做的 就跟你们摄影头的进去 也是一样的 中间这个绳颜颜颜颜颜颜颜 它可以给我们的脸的浅钻浅三层 给它进行一个抗拆 而且它可以360度和死角的进行一个快拆 所以它对于强化 刚才我们朝着做过的区域 进行一个固定 一直强化 同时去除眼角的细纹 法令纹 包括末纹 白头纹 穿字纹 这些都非常好的效果 可以先用打圈的方式 用力再把尾胶先打开 然后这个时候再用体伤的方式 首先也是一样 先做下滑线 那我们在做这个领域的时候呢 是一定要把我们的下滑线做出来 这样子对比线 就很明显了 那么这款仪器的优势就在哪里呢 就是它的即时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解决了我们一个平时我们说做操纹刀的话 它的即时效果给到客人可能只有30%到40%左右 但是呢它的即时效果可以达到670% 或者甚至皮肤松弛的人可以达到80%左右都可以 那么它也解决了一个延迟效果性 为什么叫延迟效果性呢 我们知道仓高做完了之后 一般来说最佳效果是在1到3个月后 那么这款仪器也就是做完 没有啊 如果开玩笑你这么讲 是在1到3个月后 但是它的即时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做这个祸纹啊 嘴角这里我们称它为祸 可以打身子 好 让我们给它做一下法力 好 让我们给它做一下法力 如果把那么深的人的话呢 你可以上下游泥 在游泥的过程中的话呢 就是向下游泥的过程中的话呢 就是向下游泥的过程中的话呢 就是向上游泥的过程中的话呢 然后左右 然后左右 那么它是可以做眼睛的啊 那么它是可以做眼睛的啊 眼睛做眼睛操作的时候呢 要避开眼球的部位 它可以做下颜剪跟眼尾 包括内部的这个地方 那我们做下颜剪的时候呢 是这个看头 沿着它的下颜角向上 然后呢 向上拉 那么做眼尾的细纹的时候呢 是把它的细纹呢 给它稍微手压住它的纹 去抬一抬 然后呢 向上拉 顺着眼尾的就向上拉 那么在做内钩的时候呢 顺着它的内钩 一两两侧 向下拉 那在整个操作过程中 是能碰到眼球的 好 那么脸颊做完了之后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一下 它的脸这个区域 它的这个区域的线条 已经做出来了 但是这个地方还是塌下去的 好 然后它这个苹果肌 就是咬肌这块还是很大的 它这块咬肌已经跟苹果肌 就是它的脸的轮廓 立体感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看它的这个 看它的这个法令纹的话 相对来说比这边要浅了很多 这雷达冰雕是一个很好的一款 就是仪器的 相对来说 目前我们不管是在国内国际的话 它是非常火爆的一款抗酸仪器 那我们称它为冻零 为什么叫冻零呢 那我们大部分客人都做过了 创文刀和热拉银 也就是它的持继年龄 通过这个武器的话呢 已经逆临了 打造了逆临 那我们再通过雷达冰雕的话呢 让它这个年龄 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 我们再提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称它冻零了 那么在做这个额头的时候 在做穿着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穿的方式 纹拉的方式 那么台队已经是什么呢 也是打穿的方式 那么在做这个额头上 我们现在可以用紫巾帮它整个脸擦干 用清水洗干 然后我们来看它内部皮肤的一个明显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个操作过的区域和没有操作过的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下活线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美人线 这个下活线这个区域是向上走的 但它这个区域是向下走的 也就是说这个区域是游离的 跟我们的下活骨是游离的一个状态 但它这个区域是往上走的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嘴角这个地方 也就是我们说的末纹 它的嘴角的话呢 这条纹是向下它的 但是这条纹是往上提的 非常明显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法令纹 它的法令纹现在的话呢 基本上已经到这个区域 但是它这条法令纹在这里 靠近嘴唇 那它这条法令纹的话 是在它的鼻翼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正常的一个法令纹 因为每个人都有法令纹 但是法令纹如果到了嘴角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说它是八字纹了 就会显老 那么再来看它的苹果肌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苹果肌的区域的话呢 是往上的 但是这个苹果肌的话呢 是向它的 也就显示出它这个区域的眼带呀 是非常明显的 对不对 这个区域的眼带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这个区域的眼睛是向上走的 而且它眼角的这个细纹已经变得很浅 那么它的这个万眼角的话呢 是向上提的 它这只眼角的话呢 是向上它的 那我们再来看内阁纹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 它的内阁纹现在在这个区域 但是这条内阁纹已经到这个区域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梅谷 梅谷这个区域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梅峰 是往上走的 整个梅谷是往上走的 但是它这个是平的 也就是往下走的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雷达兵要在操作一半之后的 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图 我们能看到它的 左边的这张脸的话 右边的这张脸的话 明显的差异性就是变小了 那么这边脸的话呢 还是就是显得一个 比较老太的一个样子 那么如果假如这样来看的话呢 那么这边脸像20岁的人 这边脸像30岁的人 这边脸像30岁的人 是吧 对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